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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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世婚年龄25到39歲 单身总人口数为563万人 占了近一半的人口 而台湾目前主要的交友网站会员人数 最多的以期谋交友为最多人 占了21.16% 会员人数高达154万人 每年以数十万人增加中 这么多的交友管道 为什么小孩还是交不到对象呢 今天我们就走上街头 实力地走访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对追求异性的看法 请问一下 你周到的朋友没有家哪里朋友 有啊 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就没时间吧 就是太高 要不然就是变宅与宅男啊 他们要求的条件太高 钱不够 不够钱 爸妈管太严了 自己等待头了 经过我们实力地走访 小孩交不到适合对象的理由 前三名为 第三名 是父母管得太严了 第二名是个性问题 太内向一天到晚都宅在家 第一名就是眼光太高 太过意长相的问题 面对小孩交不到对象 身为父母该如何是好 小孩眼光太高或者太宅 不想交男女朋友 爸爸该怎么办呢 月下老人不知道我 真爱哪里找 今天就来说清楚 谢谢 我们今天大家别弄错了 我们今天不是在做 我爱红娘的节目 但是我还是先问一下 我们的年长的家长们 今天有没有来找对象的 不会吧 妈妈找对象 因为到我们节目的找对象 也太迟了一点 这些跟你们不是很匹配的年龄 所以大家不要想错了 但我再问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因为台湾的确大家越来越晚婚了 我们觉得谈恋爱到了该谈恋爱年龄是应该去有些对象 因此我们今天把它设定在大学生 好吧 高中毕业以后没有人可以抱怨了吧 请问家长们以及同学们 你认为到了大学之后呢 还没有办法谈恋爱的人 你会不会替他担心 会的 请答圈 包括你自己在内 已经到了大学年龄 但是还是没有谈恋爱对象的 你觉得他们该不该替他担心 因为我觉得蛮正常无所谓 那你觉得应该担心的 就答事 果然是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 44位的家长担心这个题目 满田妈妈你觉得应该担心什么 因为到四婚年龄的时候 就一定要谈恋爱啊 不谈恋爱的话 家长当然会担心 不谈恋爱地球会停止运转吗 为什么一定要谈呢 这是伦理吧 伦理 然后五花妈妈呢 我担心的理由就是 因为不合乎自然率 因为如果都已经到了 十八歲了 你還沒有找到可以互相的 談心的對象的話 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 或是同性的 我是覺得是有點替你覺得可惜了 戳陀美好的時光 你的青春 父母心這麼矛盾 我們節目談過好幾次 太早談 你們擔心得要命 太晚談也擔心 我期待 又怕我的孩子被傷害 我們去看看 家長的意見是如此 真的家裡面有這種問題的請舉手 你現在碰到這種問題的 家中有小孩就是沒有談戀愛對象的 有沒有 碰到這種問題的 真的真的 在家中真的有這種問題的 好 我就從十二號媽媽開始 你碰到什麼問題 我小孩現在是大一 那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比較擔心 就讓他認真在課業上 那也是剛才主持人有破題 就是說你上大學了 那也該談戀愛 但是我們發現說 他竟然好像沒有異性的朋友 有時候我會緊張 那我會跟他 你的小孩在現場 十二號 在現場 我們剛剛有統計前三名 條件 眼光 還有就是家庭管的嚴 大家看他 你覺得 三號你看他 你覺得他是屬於 哪一類的條件問題 條件問題 我剛才有說話嗎 你的小孩是發生什麼問題 現在到現在 我們講不需要 我們把問題這兩樣子拿掉 對 我會 不確定叫問題 只是說你小孩子為什麼 現在找不到女朋友 他是他自己 應該自己的問題 那個他比較內向啦 你是自己的個性問題 對 我個人覺得我的生活圈 感覺不夠大 就是見識不夠廣 就是 你大學都是很難笑嗎 沒有啊 現在沒有大學 全...全...全... 那些...那些女生 不能跟你做朋友 就是...可以聊 但是...聊不夠...不會聊太深入 你是學會很害羞型的男孩子 對不對 宅男 對... 十三號媽媽 而且有沒有... 他目前是沒有耶 沒有 也可以順便相親一下 對...大學的時候有沒有 大學 他是很多男同學 女同學 但是就沒有談戀愛的對象 沒有...對 沒有單獨談戀愛的對象 那是因為你的原因嗎 你叫他專心那時候 對 因為我跟他叮嚀說 求學時代就是不要急著交男朋友 但是你可以廣義地去交 認識很多的朋友跟同學 但是都是要團體活動 但是都是要團體活動 大學生的時候 應該讓他談戀愛 你為什麼還不准他 其實我原則上是不准 因為我認為說還是專心讀書 包括大學生在內 十三號 你是因為家庭的給你的限制嗎 我根本沒在聽我媽媽在說什麼 一患如此的 媽媽講話反正你不要聽 對啊 你覺得你現在自己想不想交男朋友 超想交的啊 拜託 都只睡了 那為什麼會沒有 我覺得我太哥們了吧 對男生而言 對啊 然後另外一方面 男生會覺得我太胖 要趕快減肥啦 之類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一個外型的問題 一個自己個性的問題 對 也就是這樣子 跟家庭有沒有關係 還好耶 因為我媽年輕的時候應該也在交吧 也有交男朋友吧 對啊 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因為我 我原則上是說 我寧缺無難 我不會隨便交一性朋友 但是因為我人也很好 所以很多男孩子追我是正常的 現在媽媽在跟你嗆他的男朋友比你多 你還不趕快回應一下 因為他爸爸也很帥啊 很OK 好 我們看到了剛才兩位的 分別有不同的他們的因素 十四號媽媽 你的小孩是 看起來帥帥的 他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 多久沒有女朋友了 一直都沒有女朋友 真的假的 你幾歲了 二十五歲了 都沒有女朋友嗎 都沒有 你活在台灣嗎 幫兒子找自信 媽媽不惜一切代價猛幫忙 你是不是有做一些什麼樣的改變嗎 就是我想說是我自己長相的問題 還怎樣 我就把頭髮剪短 然後去割雙眼皮膏 媽媽認同這種事嗎 她帶我去割的 這樣很好欣欣 好欣欣喔 媽媽 我上課會了 媽媽好欣賞 你幾歲了 二十五歲了 都沒有女朋友嗎 都沒有 你活在台灣嗎 我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等一下電話留一下 我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也不清楚 說不定是太害羞 他不會主動追女孩 我不敢主動跟女生講話 哇 旁邊是女生 你跟他講一句話看看 不敢了 沒有啦 就喜歡的女生 我不敢主動去跟他講話 說我喜歡他這樣 從小開始就有這個問題了 我現在可以讓你練習一下 我害羞啦 好可愛喔 太漂亮了 害羞 所以你也是一個個性的 所以你也是一個個性的 你覺得他看起來像害羞的男孩子嗎 他真的很害羞 他剛才講話都在抖啊 所以我才你知道 一直鼓勵他 然後跟他講說 我可以當他的練習對象 然後請他等一下電話留給我 我可以好好教導他這樣 私底下可以嗎 沒問題 沒問題 我看他也不害羞啊 對 真的是 所以媽媽也發現 他就是對女孩子的主動性不夠 他會說你就是害羞 這個我知道 那他害羞是從小的家庭環境 造問題嗎 沒有 他在團體裡頭好活潑 他可以帶動整個團體的 可是就是對女孩子比較避暑 15號媽媽 我們也是你的兒子 幾歲了 請問有女朋友嗎 目前沒有 以前有 以前只有一次 有一次 還不夠 當然不夠 一次而已 對 一次而已大不夠 所以你交女朋友有困難嗎 感覺我是 應該是太挑吧 因為我覺得我的外型那些 應該還不錯啊 對 媽媽覺得她呢 她是外貌協會的 哦 三挑美女 對 所以她的女朋友的問題 你覺得在哪裡 也還好啊 就是 人模人量就好了 不要 你告訴我代償哪一位 不是人模人量 你這話好像在罵人對不對 有些是類似就是比較走在古代 你知道嗎 對 我們看到四個不同的家庭 你們四位都是想交男女朋友吧 今天都很想嗎 舉手啊 都很想嗎 想啊 當然想啊 想跟她們做朋友的在座有沒有 跟 欸 我跟她 我對她有興趣 好 十四號這一位 那我又太羞了 我們直接來看 我們因為今天現場 我們是請到了好幾位 其實跟你們情況類似的 我們不僅要問她們的問題 我們要問她們今天 我們是不是能達成 某種我愛紅娘的效果 當然不是我們節目的目的 我從三號開始 三號 看起來你的外型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但是你現在沒有男朋友 對啊 以前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都沒有交過男朋友 十二號 你幫我看看 她的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 笑聲太大聲 我覺得後面那一位比你厲害 她應該才是沒有對象的啦 小二號你む回答 你說 這位 這些 還有問題在 這可能要 幫我讓自己帶一點 多一點神祕感 你們幹嘛穿情侶裝 莫非你們兩個 巧合 downhill 我們核易 marching 說實在的 你覺得 你自己 交男朋友的障礙是 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叫喜歡 我不知道什麼到什麼境界叫做真的喜歡 妳不知道愛是什麼 我不知道愛是什麼 解釋給她聽一下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然後會有來電的感覺 然後比如說男方握著妳的手的時候 妳會就是有那種觸電的感覺你知道嗎 對 但是是那個內心戲好不好 我們不能外放出來 妳真的沒有過嗎 我真的沒有 男的沒有握過妳的手男孩子 沒有啊 我沒有說過情書什麼都沒有 沒有男孩子追過妳 沒有 怎麼可能長得那麼漂亮 我漂亮嗎 對啊 OK的跟我們 好 十一號跟十號 妳們兩位看起來也都是外型非常好的 跟三號一樣 妳真的妳也是沒有男朋友的吧 十一號 我沒有我已經單身兩年了 哇 單身兩年是好可怕的事情啊 好可怕 對啊 我還以為二十年了 人家三年的都沒有在講話 她兩年在講什麼 妳這兩年為什麼會沒有 因為我的眼光實在是跟大家都與眾不同啊 妳挑男朋友的條件是嗎 我挑男朋友條件 不一定要帥 不一定要高 就是跟大不一樣 但是我一定要她 就是 我要她做到的事情 她一定要做到 嗯 但是 就是 似乎都沒有人可以達成我的那個條件 決一件事情 要男朋友做的是 嗯 我會叫她們 就是 背我 跑操場 五十圈之類的 我覺得 這樣才證明到 就是她對我的愛 對 這是個人思維有點問題吧 有 應該不是 妳是有虐待狂還是 有一點 對 她電影看太多了 我的野蠻女友 不是妳這個要求 似乎蠻無理的 跑操場能證明什麼 這個男的 證明 我知道她的想法啦 她可以證明說 就是這個男孩子愛我 所以她才願意背著我 跑操場 然後她要讓她 受盡一切的苦難 讓她就是為了 就是證明她愛我 這樣子 對 是不是這種想法 十一號我要 我要妳認真地回答我一個問題 妳真的是 只是條件怪嗎 還是妳妳真的交男朋友 妳自己有什麼樣 特別高的眼見 妳覺得看妳家的男人 都是條件不合 究竟是什麼原因 因為 可能會跟他們 常吵架吧 因為我的 反正我的思想 剛剛就已經很奇怪了 所以 在交往的過程中 就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妳是害怕男朋友 會 我超害怕的 就是 所以妳來找一些藉口 我會找藉口 我好像在分析妳 對 好 好 我們再一位十號 妳的情況是有多久 也是兩年嗎還是 我是從小到大家都沒有交過男朋友 現在大四 問題比較嚴重一點 可是我很多男生的朋友 可是都沒有辦法當成男朋友 所以很多男性在妳周圍 是他們對妳沒興趣 還是妳對他們沒興趣 就因為太熟 如果在一起 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想到跟他們牽手 就會笑長 十二號 你會覺得他很沒有女人味嗎 像哥們嗎 第一眼看還OK 那其他我就 我覺得妳的回答很有意思 我通常都比較喜歡談原則 因為這樣子大家對號入座的族群 比較多 我聽到的我覺得有三個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我覺得現在的孩子 是幾千年來最幸福的一代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一步 接著一步初中高中 所以你們一直不需要去找東西 包括學費 包括襪子在哪裡 都被人家照顧好 結果一進大學 突然就叫妳變了一個人 說妳要去找對象 所以本來就有困難 你們要小心喔 進入社會 妳馬上要找工作 找到工作 要馬上找客戶 可是你們幾乎在大學畢業之前 沒有被訓練找東西 所以這是你們第一個困擾 那第二個因素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小家庭 以前有什麼堂哥啦 表弟啊 一堆人在裡面 總是會有一些多元化的選擇 現在家庭都很小 所以你們少了一個放輕鬆 跟別人開始交往的這個演練的機會 所以我今天就想到 當時我念大學的時候 四女中跟北育女 我一直都在尼姑學校 我說真的 我剛進大學的時候 如果李氏端是個男同學走過來 我那個喉嚨全部都是口水 我都不能講話 就沒有想到 時隔那麼多年 我變成到處在講話的人 那所以另外一個就是解決之道 就是說要透過社團 要去多元化的地方 那我覺得到大學 馬上就讓他們交對象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門檻 你要知道 各位女生 你們是不是常常覺得 同年齡的男生都比較幼稚 有沒有 對啊 女孩子好像會覺得 同年齡的男孩子的思想會比較 對 所以應該是先有一個多元化的 然後是開放性的 沒有什麼壓力的 可是恰好在學校裡是個高壓力的地方 你敢開始班隊或校隊 哇 那很多的 你很難適應的一些壓力就會跑來了 所以我覺得年輕的朋友 我是建議就是說參加社團 還有小家庭的那個缺點把它彌補掉 好 十六號 你現在缺男朋友 對 缺到什麼程度 缺... 有就好了這樣 有就好了 好 為什麼 我的戀愛的過程就是有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我求學的階段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畢業出了社會之後我卻發現 我滿腔的熱忱想要談戀愛 可是男孩子卻一位只想搞 一位只想搞曖昧 然後就是... 好像可以有一點點發展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成為男女朋友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搞曖昧是什麼意思 就比方說 你們可能會一起吃飯啊 看電影啊 然後好像有一點點情愫 可是如果... 你...你問他 我們在哪裡 他就會...他就會... 沒有就是... 我們只是好朋友這樣子 突然就... 退一步這樣子 就是你現在小友對上都沒辦法進入到你的下一步 對...就是沒有辦法有進展 但是... 你現在想結婚是不是 有一點...還滿想... 好...一直有在想 情緒漸進 所以你現在找不到想結婚的對象呢 對...有一點...有一點像是... 好吧...如果我這輩子要終老一生的話 我也有心理準備的那種感覺 唉唷 拜託 你自己幾歲啊 你自己啊 你才幾歲啊 對啊...可是因為我覺得男生 為什麼都只是想搞曖昧呢 這樣... 那我...我想幫16號 就提供一些你們思考的角度 第一個你要小心 現在男生分成兩極化 兩個系統 一個就是那個... 像他們前面幾位很木納 他們因為諸多的因素 所以他們其實是結婚的好對象 談戀愛好對象 可是他不敢開始 那現在因為網路的虛擬關係很普遍 他在那邊得到了某種精神上的滿足 另外一個你去夜店看 我住在中校東路市段 那邊的夜店晚上都是人 我就碰過好幾個熟面孔 我就有一次跟他們聊 說你們這個有多好玩 有些人告訴我 他在這邊只不過半年 他已經有幾百個的紀錄了 就是說現在隨便的女孩子非常多 OK...所以假如說是那種只想要玩 他不想要有未來承諾的人 現在這種族群是比較高 因為身為女人 我想要跟各位妹妹們提醒一下這個情報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這麼想要找一個好的男的戀愛對象 你自己有做一些什麼樣的改變嗎 我覺得... 因為我就是回顧我以前的戀愛經驗 然後發現跟我在一起的男生 好像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壓力很大 然後就是因為我是一個 就是覺得人生要不動地精進的人 然後我也會給... 給就是男朋友可能有這樣子的感覺 你是不是現在魅力不夠了 好自然的反應 我實在是不願意多講話 但是我非要講一句話不可 會談戀愛跟會結婚的人 是因為當下兩個人的 不管是生理還是心理還是時間 還是經濟條件 他可以做這個事 所以在搞曖昧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是哪一個原因讓他猶豫 其實你不知道 你不要動不動地把責任 攬到自己身上 說自己魅力不夠 別人這樣說你 你也不要相信好不好 一定要有信心 你全世界只要找到一個男人嘛 只要找到一個女人 你就幸福了嘛 你不要去管那些搞曖昧的人 對你有什麼評價 要不要加油一下 要不要有信心 好 那我現在是要回答魅力不夠 還是要回答 你不能講自己魅力不夠 因為你這輩子 他沒有要說他魅力不夠 他沒有要說他魅力不夠 我幫你這個問句 我先只是問他或其他的人 會認為自己是條件 某方面的不足 甚至想去改變自己 正印證了陳老師這種說法 有時候你反而太快去檢討自己 其實問題不是在這個地方 十四號 我以前有嘗試改變 其實我以前頭髮很長 然後我是 我還有去割過雙眼皮 我想說是我自己長相的問題還是怎樣 我就把他頭髮剪短 然後去割雙眼皮幹 媽媽認同這種事嗎 好欣賞的媽媽喔 這樣就對了 媽媽我欣賞你 為了加強他的信心耶 陳老師 看起來我們的信心 是一個真的如陳燕小子這樣 是一個很大的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都在找藉口耶 對啊 因為實際上我覺得 現在的女生跟男生 我覺得可以分成兩部分 女生我覺得最常看到就是 多心多怪 就是 就已經機會上門了 可是他還在 比如說就是 玩一些神秘感啊 有的沒有的 那這樣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男生的朋友 會怎麼勸他 我看你退家好啊 對啊 就會 會害怕說 你剛才有檢討啊 對啊 可是實際上他沒有 他只是在 play game 一點小 game 可是就會讓男生會退縮 所以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沒有自信 一個就是太有自信 這也是 對 另外一種就是 結婚結婚 就是沒有自信那一行 四川哥 我覺得14號真的是 披著羊皮的狼 因為你剛才在問那個 我們可愛小男生問題的時候 他突然默默說了一句 就讓你想打鳥就好啦 這位青春太少的大男生 原來是披著羊皮的狼 四川哥我覺得 14號真的是 披著羊皮的狼 因為你剛才在問那個 我們可愛小男生問題的時候 他突然默默說了一句 真的 我沒有打 被他純情的外表鎖片了 原來我們中間還有糾察隊坐在這裡 對啊 我想問一下 像十四號、十五號、十三十二號 你們的父母親在這邊 父母親曾經幫助過你們什麼樣子 他們怎麼樣來關心過你們 或者他們召集到什麼樣的程度 十五號你先告訴我們 我媽就曾經就是想說 因為她年紀有點大了 然後她也蠻想抱孫子 對 然後她就一直催我說 趕快帶一個給我看一下 所以媽媽是記得叫你趕快成家 對 她很想到孫子 媽媽 你完全就是叫她趕快成個家 所以說 對啊 那她找不到啊怎麼辦 她的女朋友我都沒看過 她說她有交 但是我都沒看過 那她現在就是找不到怎麼辦 你每天吹對她有用嗎 我是覺得應該她不會說找不到 我對她有信心 我也對我自己有信心 你就選她就好啦 亂槍打秒了 沒有打 我沒有打 我為人正派 你現在交女友的條件是什麼 乖乖的 然後聽話這樣就好了 就是不要 對 養狗就好了 然後 是不是要跟你談到 立刻談到要成家結婚 我覺得這種東西是講求緣分啊 誰知道我知道 你媽媽幫你開了雙眼皮 那你現在 媽媽著急嗎 真的為你的情況著急嗎 沒有 她其實只是想讓我增加自信而已 她其實也不會過問說 我有沒有交女朋友 她從來沒有問過說 就是她說她會擔心我交女朋友 從來沒有講過 媽媽把你的壓力真的說出來吧 沒有 我不會擔心她 因為我覺得她還不夠完美 還要再加進一些 媽媽也不要再帶她去診了啦 不是 她內在 她需要在社會歷練更豐富一點 再去認識 所以12號 你的家庭怎麼看待你的現在的情況 就是 我今天你剛上大一啊 就是我母親她父母都有問我 我問我說 就是我為什麼沒有交女朋友啊 可是我對我的外型 我覺得是還蠻滿滿意的 我覺得個人的優點 就是要 像猶新生嘛 就是你要從自己的好處 慢慢發散出來 從外表就可以看出來說 你這個好在哪裡啊 就是這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說 隨緣啊 就是有機會 就是抓到機會就去衝 可是我覺得 走這18個年頭 18個年頭來 還沒找到這個機會 還是這樣 我也勸你再等等吧 我覺得她後面有顯現一個輪盤 就是葉教授在開示的那種感覺 我看來你們都不太急 我認為可能 剛剛我們看到16號 是她比較急了一點 這是因為年齡的問題嗎 就是自己在社會上涉獵了比較久一點 年齡你感覺壓力比較大 還是因為社會跟你的壓力 我想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吧 對啊 但是另一方面是 就是之前的戀愛的經驗 就是 我們其實也沒有特別預設說 一定要走到什麼樣的結果 可是兩個人竟然同時產生了 成家立業的想法 我覺得那對我來講是一個衝擊 對 然後 那之後就會覺得說 就等於說她算是給了我一個 好像幸福家庭的那個藍圖的夢這樣子 作為一個暫時交不到男朋友 或者很長一段時間交不到男朋友的女孩子 別人會怎麼看你 我覺得我身邊的朋友 大部分是認為怎麼可能 因為我也是屬於那種就是好朋友很多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在社團非常的活躍 就是有當都是當領導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我是大三才第一次交男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小男朋友 在我旁邊的時候 還有學弟來跟我講說 就是他們很不能接受 他們覺得我就是一個大家好 怎麼旁邊會突然站了一個男朋友 這樣子 對 所以你也是一個跟我們一樣有疑問的 就是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找不到 對啊 因為要說個性的話 我覺得個性我也還蠻nice的 就是朋友也都覺得蠻nice 然後長相的話 這個魅力我們再討論 可是我想應該也沒有到 就是一走出來就是會嚇到路人的地步 應該也沒有這樣 就是如果只是要交個男朋友 又不是要找一個王子或總統 我覺得應該沒有那麼困難吧 對啊 23號同學 你覺得像16號他應不應該找得到的男朋友 我覺得他找得到啊 像我 謝謝 像 其實我已經七年沒有交了 但是我不覺得是我自己 因為很多人都沒自信什麼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自己還不 就是不差 可是我覺得我是敗在我台灣運超差的 因為這七年之內啊 然後我就是喜歡的女生已經連續16個全部都是男朋友 全部 對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很奇怪 然後我覺得我喜歡女生 我覺得我對她超好 很多事情我都會偷偷地觀察 就是她不用講 就是我自己都會知道她想要是什麼 然後我去做 像我之前有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就是她爸媽都不在 然後像我每次去她家的時候啊 我都在假借上廁所迷移 然後實際上是偷偷去廚房裡面 就是看她的碗筷有沒有洗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幫她洗起來晾乾 然後看她有沒有收水 爛掉的水果把它整理出來 把它倒收水 可是最後變成她覺得是應該的 所以我現在有點搞不清楚 就是對喜歡的女生 是到底是不是要對她很好 還是要怎麼樣 因為感覺好像很多女生 會覺得說他們喜歡壞壞的男生 可是我覺得 你剛剛那個洗碗的事情是做什麼 你要取悅你的女朋友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 我是純粹就是要幫她減輕一些家裡的 就是她就不用再花時間去做這一部分 因為她爸媽都不在 所以婉婷妳覺得她的條件很好 我覺得她是要找到適合她的對象 並不是說她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像她講的問題 就是她交的所有的女朋友 都已經交男朋友 就是我之前的問題 就是我交的所有的男朋友 都會劈腿 然後就會變成是我們的自信心 就會受到打擊 就覺得說我們是哪裡不夠好 為什麼男孩子會劈腿 為什麼每段的感情到最後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後就會自我檢討 然後就會封閉自己 但是我覺得像安寅老師剛剛講的真的很正確 就是不要因為說別人的不對 然後你開始一昧地檢討自己 然後把自己越做越渺小 我覺得要就是打開你的心胸 然後去尋找更適合你的對象 這才是正確的觀念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在座這些 可能還沒有找到當對象的 你們認為只是時間未到 我並不著急的請舉手 所以並不著急 其他都著急了嗎 十五十四號都著急了嗎 十四號 很著急啊 因為我已經大學畢業了 這大學是最好交女朋友的時候 我已經畢業 出社會能夠碰到女生的機會都很少 對啊 所以我現在很著急 萬一我一直都交不到怎麼辦 好等一下你告訴我們你著急 你現在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改善你的這個困難的狀況 後面二十四號呢 你也是著急的嗎 我其實比他更著急 因為我 出去哪一架 你說他會不會像家長一樣 因為我的年紀比你還要大 而且我已經在工作了 而且完全就是符合你剛剛所講的就是 因為你已經在工作了嘛 所以說你認識 尤其我的工作情況就是 我的公司他們都是男生比較多 因為在科技公司 那 基本上女生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有 有 有對象了 我也不太想交辦公室戀情 因為這樣子好像就是 感情就鋪在 同事啊 長官的那個 眼光之下 關愛的情況會太多 對 那所以就是個 就是 像我剛剛看到就是 現場觀眾啊 大家所聊的都是符合剛剛VCR那三個嘛 那我的話可能就是因為外在的因素 環境的因素 工作的關係 所以 要認識異性啊 或者是認識新朋友 就比較難這樣子 對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做一些什麼樣的突破改變 什麼樣的突破 我現在如果要認識新朋友的話 應該都是透過朋友的朋友 但是問題是 被打槍太多次了 所以亂槍打鳥完全沒有用 就是找不到 苦於找不到 你試過那種什麼 婚友社啊 或者這種 這種婚友網站 你試過嗎 我覺得 我年紀還沒有到這樣子 我沒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那也是個管道 你沒有試過嗎 我是沒有嘗試過 婚友社之類的網站 對 你剛剛好覺得 那很不堪嗎 對啊 嗯 真的很不堪 就我的感覺好像 真的很不堪 如果到最後一步不要來找我 真的 我的感覺好像是 如果年輕人要認識新朋友 好像透過朋友圈啊 或是自己熟識的人 這樣子比較正常一點 而且比較習慣一點這樣 你要透過婚友社這樣 這樣也會比較浪漫啊 真的 對啊是沒錯啊 你說透過婚友社兩個人 面對面不認識然後吃飯 可是真的是你還不夠著急 真的嗎 對 那你覺得你還要繼續等嗎 我是有行動啊 只是都沒有成功而已啊 我是希望說到時候 現在在找工作 希望能夠找那種 女性比較多的行為 你要去做空姐嗎 我看你不太可能吧 女性比較多的什麼樣的工作 我覺得啦 餐飲類啦 或是什麼 所以你們兩位都是希望 又透過生活環境的改變 來尋找更多的交友對象 是嗎 對啊 也只能這樣啊 今天我們在座就有好多 女性也在等待男性的 這個交友對象 你覺得你有 你有準備掌握今天這個機會嗎 你們兩個不講話 那個待會可以 大家都留下聯絡方式是 沒有問題 或者是如果想工作 可以來我公司啊 三號 你覺得他們兩個的情況 可以幫他們出現什麼意見 不用那麼害羞啦 你看得出他們害羞嗎 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可能 個性上有女生不喜歡的部分 你已經看到了 就是 他就先入為主說 我不想要教什麼 我不想要教什麼 對啊 剛剛他不是說他不想辦公室戀情嗎 對啊 那你先入為主 你已經不想教什麼 那你還有可能有下一步嗎 對 他幫你分析囉 是沒錯啦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在辦公室裡面 有了男女朋友的話 因為我看過一份報導 新聞也有報導 就是說 兩個情侶如果都在同一個公司 或同一個部門的話 他那個離職的機率會非常大 那是報告喔 急得你台語都出來了 他寫的嗎 那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你沒有試試看怎麼知道 可是我們基本上 已經有辦公室的戀情 然後他們的戀情 基本上同事跟長官 都非常的關愛 三不五時 都是會去詢問一下說 最近感情怎麼樣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你以為只有我們演喻 現在有這個問題 其實可怕的 不只是辦公室戀情 是辦公室分手 如果你在同一個公司 在一起又分手 然後跟另外一個女生 在一起再分手 你會被整個業界封殺 對 不管是感情還是事業上 這很可怕 我現在已經替我兒子 著急在等 因為我很怕說 我兒子以後跟他來 我現在已經很著急了 因為我覺得說 我是一個蠻open的媽媽 所以他在高中 其實我覺得他自己蠻負責 他是會把課業顧好 但是我很注重說 你在交友狀況 我很鼓勵 我不會說反對說 他跟異性來往 我反而會很害怕說 你會不會不喜歡異性 是喜歡同性 但這樣我也不反對 但是他蠻堅持的說 父母親會擔心小孩子 到了一定年齡 還交不到男女朋友 你會覺得他 怕他越拖越晚 是不是 對 所以剛剛有那個24號 我好怕 我小孩變成這樣 就越拖越晚 這是父母親所害怕的 對 對 婉婷媽媽呢 父母親最著急的是什麼 因為婉婷也快要30歲了 你幹嘛偷人家年齡啊 他事業心太重 終於我們交點回到你身上來了 事業心太重了 我常常勸他說 那個眼光也不要那麼高 可是他一心就是 那個專注他的事業方面 會不會事業 因為全面三個 交了三個都劈腿 因為他交了那三個都是獨生子 家裡環境都很好 他是家裡最小的 我隔了十年才再生他的 家裡的妖女 他跟姐姐差十歲 我三個小孩嘛 三個小孩這樣子 他也很孝順 因為爸爸發生意外嘛 那等於家裡的責任都 我現在我跟他住在一起啦 這樣子 媽媽講得好像在幫他公開徵求一樣 對 也幫他介紹很 我參加實質會十幾年了 我們創會人啊什麼的 也都幫他介紹 可是他都無所謂這樣子 我就問一下老師 父母親著急需要去介入嗎 像這 像管妮媽媽 要介入 介入到什麼程度 可是就是說 現在年輕人太驕傲 他們就不太甩我們嘛 所以他們現在致死後果啦 對不對 那我想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其實百分之四十七的人 都是靠別人介紹的 你們不知道這個數字 陳老師 你是鼓勵他們大方地去接受 別人的介紹活動 大方去參與很多的教育活動 對 而且一定要 一定要 而且不要怕被拒絕 國父革命十次才成功 愛迪生是一千次才找到電燈泡 那你們被人家拒絕幾次 算什麼 對不對 所以不要認為 你看我們剛剛那個 十三號是嫌自己胖 那十六號又嫌自己瘦 那你到底哪裡 找到一個喜歡瘦的男人 你只要找到一個 喜歡胖的男人就好了嘛 我這邊說一個 我的經典的那個笑話 我有一次演講完以後 那個澎湖 就有一個人寫信說 感謝我救了他 他憂鬱症三年耶 他就跟人家交往很久了 結果那個男生 最後跟他拒絕 就是說你是個好人 你是個好女孩 但是我終究不能跟你結婚 是因為你的臉是圓的 那是怎樣 他說憂鬱了三年 我後來跟他講說 你放心這世界上 有很多男人就喜歡 找圓臉的女人 同意嗎 有沒有男人喜歡找圓臉的 有沒有 就是有嘛 這樣一個就夠了嘛 二十五號 對啊 這麼多裡面就已經在教授了 所以二十四號 願不願意多參加一些別的活動 不怕被打槍了 我當然是非常的希望 因為我已經被打槍很多次了 再多幾次沒有關係 不談戀愛有沒有什麼好處呢 不談戀愛其實就是很自由啊 然後你自己想要幹嘛就幹嘛 然後就是 像之前談戀愛的時候 我在拍戲 然後男朋友就會說 你為什麼都要拍到這麼晚回來 他沒有辦法了解你的作息 然後他就會限制你說 喔 你拍戲的時候 你就是要接到我的電話 要不然我會想說 你在搞什麼東西這樣子 就是會有很多的約束 跟很多的不自由 對啊 三號呢 你現在有沒有享受這種自由 很自由啊 一直都很自由 而且反而是媽媽鼓勵我要交男朋友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工作太晚回去 沒有 就自己一個人 就是他會擔心 他說如果多一個人可以照顧我 而且我媽 她著急到把我名字拿去算命 可是那結果答案我媽好傷心喔 他說 所以可能著急的反而是長輩比較著急啊 對 然後我不著急 可是如果一旦你再過個五六年 你還沒有找到對象 喔 那應該就著急了 所以著急還是一個年齡的問題 對 我覺得應該就變成年齡的問題 我是蠻擔心 所以我現在就是他大一的時候就趕快很急的說 欸你要趕快可能交個異性的朋友 就是說讓他在求學的當中 他可以體驗很多種生活 萬一他以後出事會碰到被人家拋棄了幹嘛的 然後會受不了 那時候在學生時代可能修復或同學會給他加油打氣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看到很多太多的資料都說是台灣有太多的試婚的男女找不到對象 可是我們看到的數目是越來越多 對 換一次在台灣應該說我找不到試婚年齡的男或女 在台灣應該不像一些國家不是問題 我們的男女的比例還沒有差到像中國大陸那麼樣嚴重 所以我真的不太懂像你們各位 你們講了很多很多 真的為什麼你們會找不到你們的對象 我們聽到有環境的因素 聽到有個性的因素 真的為什麼會就找不到 我再問一遍 三號 你覺得為什麼你找不到你試婚的對象 我真的不知道 對啊 我看到你們也不是好像缺了什麼東西 都是非常健全的 不夠早 對啊 不夠早談戀愛也不夠廣 交友的地方也不夠廣 其實我覺得青春的戀愛是最可貴的 對啊 你去看老人院那個 他可能不記得他昨天吃了什麼 他還記得他十八歲的戀愛 對啊 所以如果說像各位這麼年輕 真的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 我講個故事好了 我一個客戶 我今年跨年陪他過 那我們在信義區的一個大樓的樓頂 然後他找了二十個小姐 然後花錢請他們來陪他 他一輩子努力工作 到最後呢 你知道最後節目是什麼啊 101爆炸的時候 上面會有氣球抛超票下來 但是沒有人是快樂的 因為大家都是假的 那個人老了 他很努力的賺錢 犧牲掉他的青春 沒有去談戀愛 他找不到那個心動的感覺了 你有沒有當時錄影帶 我們看一下 我都在落淚 真的很心酸啊 你就站在那個 你以為他最後 只是拿那個金錢的誘惑去 對 對 那就只剩下這個了 對啊 所以其實不要想說 我要努力工作 然後以後會更好的對象 不會 你現在擁有的最可貴就是青春 那青春要什麼幹嘛呢 要談戀愛 對啊 對 那真的 你會受到他的滋潤 講得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下訂單 就是訂單說我要有個幸福的婚姻 我要找對象 所以 列下 今天的這個 訂單 要不要在最短的時間裡找到對象 願意的人舉手 不舉手的人 就一定是孤家寡人嗎 是你自己選擇的嘛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舉手的人 就下了節目以後 就組織一個社團 真的 一定要的 我倒很想聽聽今天節目完了 只有幾位 目前剛才一直講各種方式 自己找不到對象的 像十號啊 我想問問你 你會後將來 在跨出這個攝影棚之後 你的態度會有些改變嗎 你會對於別人給你的一些 示愛的訊號 你會因此變得更加的敏銳嗎 有啊 有過經驗之後 就大概知道示愛的訊號是什麼 然後也會開始注重打扮吧 就平常都不化妝 然後不穿裙子 今天穿裙子啊 所以你的態度會開始更積極了 對 開始招風引蝶了 也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你的態度是很正向的 要去 要做這件事情 要認真做這件事情嘛 對 畢竟要出社會 還是要改變一下自己 好 二十一號你呢 我應該會去嘗試看看 因為一定要試了才知道啊 對 要把標準放低一點 比如說跑步就算了 我會 我會放 標準也可以放低一點 十一號你呢 二十一號 積極一點吧 對啊積極一點 就是勇敢表態 可是還是蠻可怕的 就是被打槍也是一種 很可怕的經驗事情 沒關係 二十三號你剛剛 你要講話嗎 我現在可以下訂單嗎 對啊 下訂單就是說 我要半年之內 我就要找到對象 不是不是今天就要 今天就要 太棒了 好幾年 好 我真的 你要有被拒絕的準備喔 OK啊 而且願意嘗試 我曾經就是 我的七挑八選四交 是我寫的十四套書裡面 第一套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功課 我去一個獅子會 然後那個會長會後就跟我說 艾妮姐 我們這邊三分之一都未婚 然後都事業心很強 就不結婚 另外三分之一離婚了 現在有三分之二的婚姻 你有沒有解決 聽完我的演講以後 過了半年 他要打個電話告訴我 那一堆裡面 一半以上現在都發紅帖子了耶 所以是一個觀念的轉變 態度的轉變 你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不要在家裡等好不好 除非出車禍才會撞到對象 那個事情不要 一定是你自己主動出局去找到的 今天現場就可能就會有 因為根據國內國外的統計 你結婚的對象在你家的三十公里之內 還不是很遠的地方 今天在你旁邊只有三公尺嗎 23號你準備做什麼 沒有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那個婉婷 哈囉 以前我都一直覺得我遇到女生 都是不懂得珍惜的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遇到 就是一個很 就是 我幫你選婉 婉婷的媽也在做 哈囉 丈主娘都來了 你的年紀比你大 沒有 我也不年輕耶 我其實年紀跟她差不多 真的嗎 一般在女生的想法裡面 應該是年齡比較長的人 比較不會那麼幼稚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好 曾馬廷空窗三天 盡量兩男現場吵翻天 你準備做什麼 沒有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那個婉婷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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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羞 以前我都一直覺得我遇到女生 都是不懂得珍惜的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遇到 就是一個很 就是 我幫你選婉婉婷的媽也在做 哈囉哈囉 好 丈母娘都來了 你那個年紀比你大 沒有 我也不年輕耶 我其實年紀跟她差不多 對 幾歲啊 我今天已經27了 好 一樣一樣 態度很好 結果我們不敢預料 真相 我差一點忘了講 我們今天摺偶問題 底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觀念 現在女孩子的大腦適合考試 所以變成高學歷的女孩子 可能已經超過男生很多 可是我們的腦袋 還是跟以前人一樣 叫階梯理論 所以現在四婚年齡的女生 有三分之二是找不到對象 她們都是好孩子 所以我要靠我們 不要靠緣分 要靠大家的努力 我們現在很關切的是 14號跟16號 說16號吧 16號你自己慢著急的 今天晚上以後 你有什麼態度的積極行動 可以來挑戰你自己 可是我其實從以前就是 我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在現場有沒有 你可以綜藝交往的對象 14號 你開24號 錯啊 亂唱打鳥的這一位 那一半不行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交朋友什麼 開始我都是很OK的 對 24號你呢 我的話 因為剛剛23號說 她27歲 喜歡婉婷 但婉婷 但一般在女生的想法裡面 應該是年齡比較長的人 比較不會那麼幼稚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好 我有一些話想對婉婷講 好 傳說中 天上有一位美麗的仙女來到房間 然後她有著高貴的氣質 迷人的嘴唇 及一顆溫柔善良的心 然後當我今天遇見她時 她坐在我前面的前面 唉唷 我之前都會 我之前都會 就是我自己都在做一些情詩 聽得到嘎倫順 好可怕 就是每天都會送給自己喜歡的女朋友 結果我對喜歡的女生 真的就是會很用心 然後都是很認真的 只是最後我都被傷的那一個 我有一點慢慢知道你的情況 可能是好 那個 14號 你不會也要追婉婷吧 算了 告訴我們 也告訴我們 媽媽們 像你這樣子一個 願意跟著母親 一起到節目來 談你自己的情況 我們都非常感謝 但我們很關心的是 你自己接下來的生活 會有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其實我也不知道 想做改變 但是一樣 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的改變 所以也接受公開徵婚 也接受電視上 可以來信給你 對不對 我們可以轉達給你 萬一怪怪的很多怎麼辦 我會怕 我會怕 你可以看我們節目都是怪怪的人嗎 不是 不是 你說什麼意思 啊 啊 啊 不是 不是 我是說怕喜歡我的 有的會怪怪的 不會 我就會看你非常好 雖然我跟你有一點距離 我們知道 那不管怎麼樣 爸媽媽們有什麼話 最後告訴我們 13號媽媽 問題在哪裡 不是不是不是 問題應該已經解決了吧 我們要他們自己的態度 要積極拿出來 然後迎接人生的下一步 然後父母親 應該多幫一點忙 然後他們可以去敞開他們自己的心胸 接觸更多的人 對不對 像你的女兒 我覺得年輕的一組喔 學生實在是應該好好讀書啦 那如果說畢業了 當然就是要積極地去廣交朋友 然後就是可以多認識朋友 但是就是不可以隨便 那你女兒條件非常好啊 對不對 我也認為耶 她雖然有一點胖胖的 但我覺得很可愛 那五官來講還蠻OK 因為我也蠻有自信 我覺得我女兒應該很有自信 13號你坐在旁邊 14號怎麼樣 妳說我覺得她怎麼樣嗎 妳說我覺得她怎麼樣嗎 看起來不錯啊 皮膚白 對啊 我看我們真的有點我愛紅鳥了 14號媽媽 告訴我們最後一點妳的話 我要跟我兒子講 其實妳現在是好兒子 我肯定妳以後是好爸爸 好老公 所以妳放心 對 好可愛喔 偷偷戲的位子 這樣誇獎我晚上會睡不著之後 找到心目中妳最好的對象 也找到妳人生最可靠也最親密的伴侶 是我们永远对你的祝福 再会 今天非常高兴 参加爸妈酒很大 现场的两位年轻帅哥 跟我亲 我的女儿表白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希望我亲爱的女儿 把心胸放开 好好追求你的幸福 谢谢 我会好好的寻找到 我自己幸福的对象 好吗 不要双心疼过了 爱有 哈喽大家好 我叫小太阳 我今年今年27岁 然后我觉得 婉婷妈在我心中 根本都是最棒 希望以后 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认识她 所以希望婉婷妈可以把 就是放心地把婉婷交给我 婉婷 我很喜欢你 虽然我没有花俏的魔术 除了这个稳定的工作之外呢 那我能给你的话 就是一个安全的肩膀 然后一个稳定的未来 那婉婷妈妈 所以你可以放心地把婉婷交给我 年轻人您好 妈你干嘛害羞又不是你相亲 又不是你相亲你在害羞什么 妈你觉得这个对象还可以吗 不错不错 可是太年轻了 我觉得太年轻了 但我年纪比较大 而且我有稳定的工作 我缺的就是一个中肯的男人 你会列入我的考虑条件 啊好好好 谢谢